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弗力莎我是一顿 登登登登登登一顿就回来了 对这两个礼拜过得怎么样 就不怎么样啊 是吗啊还是我在办公室感觉比较好的 不是当然也不是单纯因为你了 因为大家要是知道的话我们事工一共就三个人哈 两个人得新冠费啊 就我一个没事 所以就是你们两个都不在的时候我就还觉得 你看就蛮孤单的感觉 其实你是我认识所有的人里面就是跟我关系最近的得新冠费炎的人了 所以这个事呢我一定要好好问你 因为之前你生病不太舒服吗 对我也不好意思的老打扰你老问你说感觉怎么样了 你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新冠费炎我们报新闻报了这么久了 嗯一直都是听别人说得了新冠怎么样 你自己来讲讲就是得新冠费炎到底咋样咋回事 呃我得新冠费炎这整个经过啊啊我得当天我还跟你还有percylla视讯嘛 然后我还很开心 费炎那个人呢就是他太太的姐姐哈 然后在得知得肺炎之后你大概是不是十分钟之内你就打给我们 对 但是看起来那个就是得肺炎的那个人呢他精神状况非常好 就是跟正常都都没有差别了然后该吃饭该喝水该干嘛干嘛 他得了第二天之后然后我就中标了我是星期五的时候开始有sendom了嘛 星期五的时候我提早回家 哦中午就回家了 我就觉得说我有这个responsibility我不能让全公司的人全部都得到新冠费炎 所以说呢我就提早回家了提早回家之后我就开始有点不舒服 当天晚上我就开始低烧 所以不舒服是哪种不舒服 就是像感冒然后全身皮肤会痛我每次感冒其实全身皮肤都会痛 你感冒皮肤会痛啊 对然后像什么关节啊那种就是那种你每次你听到老人说哎呦我不舒服啊哎呀我关节不行啊 这那个东西我每次只要一感冒我全身都会变这个样子 之后过了两天两天我就是过得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就是在床上低烧也没有咳嗽也没有什么之类的但是就是不舒服 就是很难过很难过全身无力过了两天 嗯然后两天之后呢我就录了那个上上个星期三播那个影片 就他说他他得新外了他是英雄 对那个影片啊这个影片呢绝对是一个里程碑式的 因为这个英雄呢录完那一支影片之后这个情况呢急转直下 我这个周末战胜了现在让全世界恐慌的 Omicron 对因为第三天之后就是我得了之后就录完那个影片当天我就觉得说哎我好像好了新冠肺炎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 也就折磨你大概两天左右 对然后呢就是很难过很不舒服然后两天之后呢就是起来就是哎 结果之后的一个礼拜我全部都在抵烧每天都在抵烧然后我每天都在嗑那个退烧药 然后我每天都在嗑那个退烧药 然后我每天都在嗑那个退烧药 每四个小时我就要吃一次不然我就会全身发冷 然后就泰诺了 对然后呢我开始两天然后呢之后的一整个星期间就是九天之后 我突然有一天就好了 因为他呢其实在这个生病的过程中应该还试过蛮多药吧 泰诺你是吃的时间应该是最长的 然后你吃了莲花清温解毒胶囊 你还吃了一味菌素 一味菌素你也吃了 但是吃了之后其实效果没有很好 就他吃完了之后也没有任何缓解的症状 他是一直到最后有一个人拿给他奎宁 吃了一次马上就有明显的好转对不对 对啊然后到了第二天又吃反正那个药大概吃了两三天你这人就蹦下来什么事都没有 所以其实在他身上的这个案例呢吃别的药都没啥用 奎宁最快最有效 对对我来讲啊对其他的人我不知道 我们也听过就是很多人是生病之后吃那个意味菌素嘛 然后说好像好得很快但是对这个家伙就是没有用 对所以你就是吃奎宁好的最快 然后奎宁最便宜 那个意味菌素其实很贵 对 20片98块 好贵哟 对啊 反正我去买的时候是那个样子 你买的是20片98块 对就很贵但是其实奎宁比这个来算便宜的多 对但是这个只是他身上的个例来因为不知道别人吃这个到底有用没用 但是你吃奎宁反正基本上就是马上就见好 从第10天之后然后一直到现在 我就是基本上就是完全痊愈没有任何的迹象偶尔还是会咳嗽然后头龙会很干 对那在这次里面呢其实我们那个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之前我们一直说什么打疫苗怎么怎么样的就这种事啊 但是呢从这件事情也看说就是打疫苗的人跟没打疫苗的人得这个病到底有没有什么差别 那当然这个也只是个例就发生在他们家啊对大家要知道他们家呢就基本上来讲就除了他那菜之外 所有人都是fully vaccinated是不是对就是他们的就跟追iphone一样就出一针打一针出一针打一针 可见他们家这个政治生态的情况有点极端对吧 所以就是他们家除了他他太太别人都是完全的fully vaccinated 带回家病毒的就是一个fully vaccinated的人对 然后除了他太太之外他们全家所有人这次都中标对不对 对那基本上其实是这个样子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老师然后还有护士 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带小孩的那他们这个工作根据加州的规定的话全部都一定要去打疫苗就必须得打对对说说他们就全部很乖很乖每一个都去打疫苗那 那基本上跟我也没什么差别他们要去打疫苗就是他们的事情就是我们一直坚持的理念就是了 因为你想哪怕一家人大家的思想都会不一样吗对这个事的认识也都不一样你要去打你就去啊所以作为你来讲你也没有特别阻拦他们他们要打就打对然后呢我想说他们都打疫苗那他们常常跟别人接触那他们应该就是会过滤了这个病毒了之后然后回来然后再跟我接触的话应该就没事就没想到他就是还是把病毒带回来然后传染给我了他们全部的人的syndrome都只有半天而已 也就是说他们得到病了之后不舒服只有半天不舒服吗对就是滴烧半天然后就没事了就完全好起来对我最气的就是他姐他姐就是有一天晚上就是进去了就说我好像有一些症状然后就进去在房间里第二天他出来然后在后院在那边除草然后在那边耕田所以第二天就开始在除草对然后我那时候还没有症状我知道他中标了我就跟他讲说诶那我明天有那个Fedex Fedex会到这个家里面那你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反正你也不出去嘛然后他就说谁说的我说你不是中标了吗你不是不能出去吗他说为什么不能出去所以他就是嚎非常非常非常的快那包括你岳母也是对对对他好像也是星期五的时候他跟我同一时间就是有症状他还比我早一点有症状对然后他就说他不舒服然后我就去接小孩然后接了小孩之后回家然后他第二天就好了 所以就是基本上他们都是当天好像不舒服但睡了一觉起来第二天就没事了那当然我们在这不是跟大家讨论说你应该打疫苗还是不应该打疫苗然后怎么怎么样我们只是说他们家的这个例子哈就在他们家的这个例子里面这个没打疫苗的人在床上躺了十天然后到最后吃了奎宁好了如果要是早点吃奎宁可能早就好了或许吧I don't know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时间刚好就应该好了还是说我是吃那个药 以后好的对不知道了但是其实就是试了很多种药没什么办法但是奎宁对你来讲是最有效的了这样是这样是看来哈那他们家其他人呢不管是年纪大一点的老人还是跟你年纪差不多年轻人这些打了疫苗的人基本上都是半天左右的症状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恢复了那这个是他们在家个例啊我们在这里没有告诉大家说你应该打疫苗或者不应该打疫苗我们不是医生这个事你自己去决定哈并不是说在这宣传疫苗有多好或者疫苗不好怎么怎么样 没有这就是他们家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哈也就是说这是我个人的经历跟你说的一样疫苗是不是必要的疫苗绝对不是必要的就是我现在活得好好的而且你也还蛮健康的嘛除了就是肌肉有少量流失之外对我现在什么都举不动因为我已经两个多礼拜没有碰我的枪了然后我那天就是已经痊愈了我去抓着我的枪抓一下一下子我就举不动了因为躺太久了就是对 然后呢我现在很容易累我每天一到公司好像过了10分钟就开始说哎呀我好累我想睡觉了对对然后我就是精神状态是好的但是就是特别容易累也就是说是整个疫情里面没有疫苗的话我也会活下也不会死这是我一开始就已经知道了但是打了疫苗之后好像真的就是痊愈的比较快而且病情也没有那么严重好像发烧也没有烧成那个样子然后会全身这么不舒服这么多天哎对那说到这儿呢 这个疫情的这个东西啊我们就暂时先告一个段落在这儿呢跟大家来讲点轻松的好玩的谁不想玩啊我也想玩你以为我想天然来办公室上班啊那你不想啊我想但是其实我更想玩啊在这儿跟大家报个非常好的消息哈加南美地旅游公司四月份推出一个啥呢以色列约旦经典之旅约旦是哪呀Jordan对在约旦发生很大的事 是不是啊是啊当时怎么样呢脚一踏进约旦河水里面河就分开了是不是哎呀我真的好想我这么一停我都觉得说啊约旦这个地方好想去看一看呢哪怕我站在那个河边我就看一看说是什么样的河呀当年怎么怎么样呢我都很想去哈所以就是呢大家要很清楚的一点加南美地旅游公司呢是我们洛杉矶唯一一家只做圣地旅游的旅游公司大家很多都知道旅游公司那是啥行程都有啊 我领你去韩国我领你去日本明天领你上新加坡去吃螃蟹哎没有因为这个是基督徒的公司哈而且是基督徒保守派公司他们只做圣地旅游而且其实去了之后呢也不用特别担心为啥呢我本来之前想说那去这地方那旧约我不得提前60天就看吗我得先把它看明白了完了我再拿着圣经去站在那我再翻不用哈不用那么辛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基督徒跟以色列当地的专业导游 它是按照圣经真理来讲解还有解说每一个景点所以去了之后其实大家不用那么紧张你不用非得说拉着牧师一起去哈有我们当地的还有基督徒非常精通的大家站在那就告诉你说这个地方我们到底发生过什么对应圣经里面哪一点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学习圣经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因为有的时候你不到那个地方去的话你哪怕就这样看看一本书你不知道当地的这个风土民情或者是什么样你站到那之后应该是一个非常 震慑的这样一个感觉吧对而且特别是约旦我没有去过约旦但是我之前上班的地方他们有工厂在约旦约旦那个地方有非常多很漂亮的古迹反正就是约旦真的是一个很值得去的一个地方那以色列不用说了以色列就是我们当基督徒好像都很向往的一个地方而且我觉得哪怕就不是基督徒很多人就是拒绝认识什么这样的朋友你可以带他去因为你带他到那去了 他没有办法不承认神的他把这个跟旧约这个意见和你就觉得说what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震慑的这样一个东西啊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这次去呢绝对是让大家住好吃好玩好所有入住的酒店还有餐厅全部都是精心挑选干净卫生而且有很好的防疫措施因为你知道加拿美帝他们就是专精圣地旅游的嘛这以色列来来回回应该都让他们玩的很变的所有的这个餐厅的地方还有入住的地方他们都是非常熟悉的 所以大家一定都是安排最好的哈所以希望呢打过疫苗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为啥呢因为现在旅游的人少在以色列跟约旦以前那这圣地也谁都去啊光挖挤的全是人人头涌挤啊摩肩接种啊啊常常的需要排队在那边等着进场参观现在呢不用排队哇哦你就想想你去迪士尼不用排队 对的感觉什么感觉我跟你讲绝对比那个爽这地方不比迪士尼好玩啊对不对所以呢现在啊大家记住去呢不需要排队节省很多很多的时间你可以在那边呢仔仔细细好好的参观然后在那边照出美美的照片回来留作纪念所以这一趟呢真的就是比你在家闷头读圣经啊咱这读多少天多少天读不明白搞不好你一去了哎呀豁然开朗以前都没明白那些往这一站神一给你开启夸一下全都明白 所以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是ai news的观众朋友们你去报名的时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就跟他们说你说我是ai news的观众这样呢给大家会特别的优惠100块钱哈现在就可以报名名额有限满20个人就能成型大家赶快吧哈以色列约旦经典之旅一共有14天的时间哈所以大家看我们这个所有的信息都打在屏幕上啊大家可以发到件然后可以登录他们的网站可以打电话或者是你也可以加他们的line或者是wechat 来了解更多的详情这个东西我们会持续的给大家一个update因为大家很在乎的就是到底去以色列需不需要打疫苗对那这个东西其实现在每一个国家都不是非常非常确定的对就好像总是有变数因为很多国家现在就说哦疫情结束了对然后像英国现在已经说就是已经全部lifted了所以说我们会持续的在追踪这件事情如果说到时候变成了就是没有打疫苗的人也可以去以色列的话 那我们会随时跟大家去讲这件事情因为现在这个整个疫情这东西其实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特别是以色列他们是全部全世界疫苗接种率最高的一个国家结果他们这次Omicron疫情最严重是说他们自己也在评估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我们不确定说未来需不需要打疫苗才可以去以色列 但是目前就以色列目前的政策来讲的话好像是必须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去的对所以就是很有可能这个东西一直都有变化那如果要是哪天有变化我们一定会很快的跟大家update哈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OK就是打疫苗的人其实还是会传染对对而且呢不是跟主流媒体说的一样 他们就是常讲说一定是没有打疫苗的人传给有打疫苗的人那我的例子就是打了疫苗的人Fully vaccinated该打急针大急针的那个传染给我这个没打疫苗的人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做一个决定就是我们要不要继续害怕继续因为这个疫情而害怕害不害怕是政府控制人民的方法也是政府夺取人民的权利还有自由的方法 这个例子在华人的近代史是一直存在的例如台湾的戒严时期就是说你们这些台湾人一定需要中国国民党没有国民党的话中共就会来了共产党来的之后呢就会控制你的人生然后你看中国人多可怜像他们全部在啃树皮OK你们这大陆应该也听过这样的东西不是但是那个时候台湾的生活的确是比中国要好对但是他们就说这是国民党的功劳 那民进党现在用的手法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只是他们在说如果你不听话的话你就会回到跟国民党控制的戒严时期一样你们会失去民主会失去自由所以一切要听我的票全部投给我你才会收到保护那中国大陆一直以来的政策也是这个样子一下子日本日本人多坏多坏我们要打倒小日本然后西方列强有多坏 美国有多坏全世界的人都在欺负中国都在污蔑中国都在贬低中国人所以说你们一定要全部听我的把反对我的人抓出来只要你把神给你的权利给我就是政府我就可以保护你那其实对于很多不认识神的人来讲那他就是对这些人来讲他大概不太清楚说什么叫神给他的权利也不太清楚说什么叫把政府当成神或者什么之类的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可以了解到就是说你完全听他的你完全按照他的东西去做你不可以有你自己的想法 就像这次那个中国不是因为疫情然后封锁了很多地方吗包括前一段时间封锁了西安或者怎么样他这样一封锁其实因为疫情呢没有死什么人但是因为他一封锁很多人死掉了就是因为很多人没有办法及时得到医院的治疗那我看到之后我也觉得很难过就觉得人怎么会傻到这种程度 你说这种事情发生了大家敢干什么什么也不敢干你在网上也就吐槽吐槽你吐槽人马上就把你那个东西给你拿下来那又怎样 对啊这个其实在美国也发生你有看到那个study就是说原本疫情没有死这么多人对啊然后呢他们封锁了学校把学校全部关然后全部变成online class然后有超级多的teenager的女生自杀自残然后吞安眠药然后还有吸毒各方面 所以说死掉的人年轻的女生特别是女生哦比病毒杀的人还要还要多而且包括像纽约最近啊或者是这些大城市最近那个因为什么帮派或者怎么样这些死亡率上升比疫情死的人还要多对所以说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刚刚我说那都是华人的例子那我们最常讲就是什么纳粹啊苏联啊北韩啊法国大革命啊天主教当时的东森十字军啊 全部都是用相同的手法让人自愿的屈服在统治者下面那特别是自从科学这个东西出来之后science更是这个样子 科学家变成了现代的神学家科学代表了一切而科学是什么科学已经从原本的假设到试验重复然后得到同样的结果来证明事实变成了我说的东西就是科学那这些就包括全球冷却小冰河时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东西还是你太年轻了 可能是有点太年轻但是有稍微听过了就是什么地球正在变冷然后呢如果你不听我的话如果你怎样怎样怎样的话然后呢地球就会慢慢变成一个冰球然后呢全部人都会死光没有那可能在我的年纪我听到的已经是全球暖化了OKOKOK然后反正就是这个理论呢科学家出来的理论后来变成了全球暖化然后变成了温室效应然后什么杀虫剂 把地球的臭羊枕喷出来的一个洞这个你听过吗我听过我还听过说那个澳大利亚那边那个洞破的最大因为大家都用防晒说话然后现在呢变成了气候变迁其实全部都跟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的目的一样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来制造恐慌让人民自愿的放弃天赋人权不但这个样子还可以促成人民彼此对立互相攻击就像基督徒会说的就是 我们的信仰是真理因为是神说的现在他们左派也会说他们都说的东西才是事实才是科学而这些所谓的科学家其实就是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祭司他们的神所以就是不管对于无神论来讲或者怎么样其实他们做的事情都是同样的事情只不过他们觉得自己是头脑最清醒的一批人因为科学讲的那些东西你不管是什么全球冷却或者是全球暖化 好像跟他们的生活巴干的打不着他们没有办法去了解说他们到底讲的是什么只要有一些人嘴里讲的东西我不懂我不知道那他讲的就一定是真的就变成了这样子而且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别人会说什么我们基督徒常常在逼迫人或者是怎样对其实你要不要信耶稣然后你要不要信神这个东西你是有个人自由的我觉得没有基督徒会特别去在意你有没有信神但是他们会觉得说 你一定要听我的因为我的是科学我的是真理所以其实他们压迫其他人的迹象其实是更高而且更常发生的对但他们就觉得说你神不神的这种东西你是宗教嘛就包括很多朋友在那个下面跟我们留言以前那时候就说哎呀说你们这个讲政治讲的挺好就别跟宗教扯在一起或者怎么样我觉得有会我们单独可能还是要出一些关于这个的东西就是为什么因为如果说你不把 神放在这个里面你不把耶稣放在这个里面一切所有的事情都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错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我们其实每天每个人都在做危险的事情我们每天每个人其实都在自己的脑子里把危险的事情跟我们能获得的报酬来做一个统计学例如说你开车来上班就是会有神经病不知道怎样开车来撞你之类的就是你就是必须要跟这些神经病一起生活你如果住在大城市的话 你就是有可能被BLM还有MTV去抢那你每天都在为了自己的安全还有报酬做一个评估这个就是你的自由而且是你的义务不是政府的那我那天听到一个很有趣的说法他说美国人不需要枪支因为我们只要打电话给警察就好就那个来宾就问他说那我们的公司还有公共场合干嘛要灭火器我们只要打电话给消防局就好啦我们只要打电话给firefighters就好啦 其实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要勇敢起来我们不要害怕这个病毒我们要看穿这个病毒的确是真的但是并没有这个世界说的这么可怕并没有主流媒体说的这么可怕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刚强壮胆的活出更丰盛的人生而不是一直去躲一直去害怕躲在家里什么都不敢做哎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已经康复的健康的人在这里哈对然后那个我觉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这个事情你现在要是去测抗体的话你搞不好那个抗体已经爆表 对新冠肺炎看到我现在要怕我我会消灭他 啊 哈哈哈哈 所以就像你刚才讲的我们真的不能说躲在家里就因为这样一个东西然后我们就什么都不敢做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 可怕而且非常危险的行为就是我们该做什么还是要做什么 不要被这个东西吓倒 那还有呢就是 因为我前两个礼拜 都在生病然后我们杯子的广告已经打了一段时间了嘛对 就是说要加入我们会员然后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结果 到现在都还没有记 原因就是因为呢 之前盒子还没有来 对然后盒子来了周投生病了总而言之就没人干活了 这是我当天在家里我当天星期五在家里的时候呢盒子就到了 那现在呢终于啊 我们盒子啊还有杯子全部都齐了 人也回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 开始给大家包装然后慢慢慢慢就开始发货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哈 杯子很快 就会到达大家的家中 然后大家每一天拿起这个杯子 然后一门就 正义的味道 对没错 所以说呢如果说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的会员12门徒以上的会员的话 现在就是 加入的最好时刻 对所以大家呢 加入了之后啊还要再多做一个动作 就是什么呢就是你 给我们的email 发信息 你把你那个会员那个截图啊你给截下来 截了之后呢你给我们发一个 email 然后就说哎你看我是你们的会员呢 然后 把你的这个必要的信息留给我们 我们就免费的给大家寄一个杯子哈 就是说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如果有加入我们的会员的话 然后呢这个真的是给我们的会员的一个回馈 那如果说你没有加入会员的话 你也可以在这个要从我们的网站上面 购买我们的杯子 在这里说啊就大家千万不要害羞 好多朋友一直跟我们担心 就说哎你们这财务状况一直都不好 还送我们杯子 我们哪敢要你的杯子 买都买了哈 大家千万不要害羞 我们杯子都已经批了 都在这了 你要我们马上装熟大包就给你发的 大家千万不要害羞 这个就是虽然我们没什么钱 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提供更好的东西 但是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正义的味道的杯子 所以千万不要害羞 就给我们发一秒来管我们药就好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也非常感谢大家一直收看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祝每个人身体都健康 虽然Omicron呢没什么 但是也希望大家每个人都不要得到这个东西 因为得到了还是难受 还是会在床上躺一段时间 就没有那么舒服 希望神的保险呢都来洁净遮盖 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个人 每一餐都健健康康 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特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大家好 有脚生与众教会 及正道神学院 北美好消息电视台 联合举办 为的是用行动实践爱心 以关怀 见证福音 这不仅是一句口号 而会是一种持续更新的运动 你准备好接受挑战了吗 请一起来接受装备 参与行动吧 首先挑战者需要接受三堂基础训练课程 包含两堂线上课程与一堂实体课 全方位的理解关怀行动 所需要具备的观念技术工具与事工配对 接下来就是实践行动的部分 透过循序渐进地参与两次脚生大型活动 以及一次主流机构抚平的活动后 你的实践精神值得鼓励 我们将会赠送你爱行动的Polo shirt与帽子 象征你是勇敢面对挑战的大能勇士 一个微小的力量被神使用后就能成就大事 你心动了吗 你的热情被点燃了吗 现在就加入我们 一起为主爱行动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